艾森和桃园 奥运冠军的强强联手 陈艾森 广东矮硬 桃园 北京水利方 标准腰臂 我说他效果控制还是非常好的 艺术分 某森 某森 9.5 某森 红木分 9.5 9.5 9.5 跑员还是需要8分数 分数还是非常不错 对还是需要 当中呢也是有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像女艺女人斯牙吉 还有贾东章 这都是刚才比赛 空手还有杨好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的冠军组合 的第二条 其实藤部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草原的水花效果 还差一些些 如果水花效果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个分数应该会是非常高分的一个东西 感觉草原这个入水的一个角度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带着 可能是带着一下而没有收复 其实现在对于亚水花这样的技术 世界各队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就看起来 陈爱森 广东海印 桃园 北京水地方 30CC 好看一下陈爱森和桃园的第一个自选动作 30CC 反山翻腾 三周半 到西的一个动作 难度在3.7 3.4的难度对人来说 很难 陈爱森和桃园的第二个自选动作 陈爱森还可以 还可以桃园的水花处理的还是强了一点 对 桃园 它有稍微有一点点远 然后打开完之后没有戴下去 因为开的有点少 低 孔布灯 part 八分 8分 8 объ 他的这个动作鞁拉 知道 手吧手滑效果控制好 点的话应该会是一个比较高分的动作 年轻还可以在多段一段了 是 从他们的排位来看 他们的预赛发挥的应该是不错 对 来拆森和桥圆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第四个动作 是207B就跟上一个动作相比 就提升了一个档子 就由暴溪改成了具体 难度吸水高了0.3 开 走 非常好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是比较高规格的一个动作 我们来帮第四个动作来看一下他们的细节 同步还是很急的 打开也就在一个角度 两个水滑鸭都不错 尤其是陈艾森 陈艾森参加过奥运队 所以还是能看出他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把他最好的动作跳出来 一般高水平运动员的话 尤其是参加比赛 其实跳台选手来讲 十四十五岁的成绩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像我们大家很熟悉之前 像冥霞也是14岁就拿到老运会的冠军 所以规则改了让十六岁才能通压 所以大家这个进击状态得再多调调 这个动作 参加真的水滑稍微大了点 有点没有压得下去 但是他们空中斑还是非常轻松 而且他们的角度也都非常好 用时带能非常轻松的 而且空中还是比较同步的 主步草原这有手滑压的还不错 八点五 八分 八点五 八点五 十多分 九十四点三五 这个陈安森如果手滑再压好一点的话 应该是分数会比较高的一个分数 现在这个景色你经常来 我们超线板板训练 好远 没事 咱们内外航同时来欣赏一下 最后的陈安森的这个动作 我们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个完美的表现 不二务必 三 走 漂亮 对跳是完成得非常好的 而且空中的同步也是很稀的 可以看到他们的转体 转体转得非常快 而且打开了呀 八点五 八分 能看到他们的打开是在非常高的一个高度上 原来真的是滑效果不止的差一点点 整场比赛结束 对 还不远 反正就是一个稳定性啊 今天陈安森和潮原的动作是所有五队组合里最难的 同样发挥同样也是最稳的 对 这就是说你一位运动员一队组合你在某一跳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发挥 其实可以做到的 对 你在一场都可以做到 但是你能稳定的不失误 不出现大的问题 做起来还是说明的功力很深 对 所以还是参加过大赛的运动员还是不一样的 还是会知道怎么去应对 对